水是所有生命的泉源 对于生活、生产及生态 更是极为重要之自然资源 但近年来受到全球气候变迁之影响 导致教育形态走变 尤其在台湾南部地区 所受到之影响程度最为显著 南化水库位于台南市南化区玉山村 水库流域属曾文西之流后决西 为台湾公共给水单一标的水库之最大者 南化水库于民国83年开始蓄水营运 其有效库容量高达1亿5400万立方公尺 目前除了供应大台南地区每日约48万吨清水之外 于高雄地区水源不足时 增援高雄地区每年约5000万吨以上之用水 为南部地区重要供水水源之一 民国98年8月因受到莫拉克台风侵袭 所带来之豪雨的影响 为南化水库带来约1700万立方公尺之预计量 至101年底为止 南化水库之累积预计量更高达5862万立方公尺 有效蓄水量剩9943万立方公尺 仅剩原设计之三分之二 以严重影响到水库之蓄水功能 水库淤积除会减少有效蓄水量之外 亦会导致防洪能力降低 进而造成水库营运之困难 有鉴于此 经济部依据增稳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 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特别条例 也领出增稳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 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 本防御隧道工程 及属于其四大项目中的 水库更新改善及预计处理之 分项计划之一 本防御隧道工程 主要可分为主体工程 及配合工程两大部分 主体工程部分有 进水口断工程 入口隧道断工程 闸门竖井断工程 隧道断工程 出水口 出水口 挑流段工程等 配合工程 配合工程部分有 通达道路及 通达隧道工程 投资厨工程 投资厨工程 进水口完成后 将工程深退之水中 为延拆除 这将是本工程中 最为严峻之挑战 除此之外 在施工期间 也将持续进行 区域的空气、噪音、土壤、交通 水质及生态等环境监测 以避免周遭自然环境 受到影响 水库内清淤 大致分为 巨蟹挖沙 冲泥 水粒排沙等方式 本计划设计流量为 每秒1000立方公尺 由南华水库 库区上游又按进水 经由防御隧道 放流至后掘溪旧河道 根据估计 本计划每年的平均排沙量 约为72万立方公尺 如以抽泥成本计算 预估每年将可节省 3.84亿元之费用 计划完成后 配合上游清淤 及水库抽泥等方式 除可有效舒缓南华水库 日益严重至淤积问题 维持有效库溶外 于台风好雨时 以续清排浑方式 降低原水浊度 及缺水风险 可增加水库防洪能力 补充下游河道 及海岸沙原 并借由特别条例计划宣导 增加民众对水资源的珍惜 及对政府的信赖感 以达到延长水库寿命 与永续经营之目标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